另外离岛金门因为拥有小三通还有多项社会福利政策 近年来是吸引了不少民众要来跨海入籍 但问题是治安也相对受到影响 金门县政府因此做了一项新决策 也就是一旦被列入治安疑虑分子 在领取当地民众认为很好康的这个家户配售酒的时候 就得通过报道程序来加以过滤 午餐时间学生开心 全饭菜享用免费餐点 而民众搭公车不用钱 另外金门实施的小三通开通12年多也受到广大好评 还有这样很多人羡慕的一年三节免费领取家户配售酒 这么多好康让金门勇夺2013年全国最幸福城市 跨海入籍人数也因此在十年内成长一倍 现行犯妻毒犯不良帮派分子一个个低头被警方压走 金门地区治安分子从年初的87人暴增到131人 成长率高达50% 针对这些情况不明人口 为了为维护辖区的治安的配合措施 请这些人口必须要亲自拿着身份证件 到我们辖区派所 依照相关的查访作为规定 来实施查访跟报道 金门县政府决定未来发放配售酒时要多一层过滤 另外102位未到案的通缉犯直接取消零酒资格 新政策上路就是希望严格控管谁能享有社会福利 同时监控治安 记者李俊龙黄子峰金门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